耿指南枝,高考段子大赏,第一次高考没经验,谁能发一下今年的江西AB卷考题让我预习一下? 高考忘带身份证了,打开微博找个小鲜肉的超话胡乱开码,不到两分钟,我家户口本身份证都可以全网高清下载了。 姐姐,你实话告诉我,你到底喜欢南高还是南大,你要是喜欢南高,我今天就不去高考了。 有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,高中要读三年,那高考不应该是三年一次吗?为什么每年都有高考啊?其他两年是谁在考? 想问问大家,你们省份高考都是考的什么?我们江西高考的时候,反正我做南昌拌粉没过关,拌粉的时候酱油放多了,后闲还没端稳拔粉撒了一地。 还好我们江西存在感低没被发现,就这样稀里糊涂的上了大学。 大家不要再冒充考生了,考生9号就开始放假了,你还得上班,还要还花呗,还要被老板欺负。 马上就要高考了,今天就由我来帮助大家复习一些容易遗漏的知识点吧,首先请听第一题,你喜欢我吗? 小明旺带准考证,明景小哥三分钟安排好了厂牌,第一志愿报的成都集团。 建议高考完了以后抓紧时间去旅游,到处玩玩看看,不用去打暑假工,因为等你大学毕业以后,剩下的下半辈子会不分春夏秋冬的一直打工。 随便写写吧,别真考上了,到时候一起做最棒的说唱音乐。 希望高考的同学们,不要在考场上peak,观察临桌的答案,也不要有侥幸心理想抓监考老师timing。 高考就像你的晋级赛,没有实力,想靠作弊得到胜利的话,小心被考场wack。 如果你是正在看视频的高考考生,一定放松心态,把后面的考好。 如果第一个出考场被采访的话,麻烦对着媒体说,请取消调休,取消单休,取消肯德基9元配送费,取消麦当劳9元配送费,取消瑞鑫6元配送费。 再说一句请大家关注耿指南,谢谢。 祝考生们金榜提名,三天之内发挥出全部实力,不然有你好果子吃。 最后祝拼多多老板的儿子差0.01分考上大学。 长按点赞有惊喜哦。